美国原乌克兰基金池已被彻底耗干 新的原乌克兰款项尚未得到批准 美国白宫正式宣布停止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援助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前段时间 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 在简报会上公开表示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发放了最后一笔军事援助 截至目前美国给乌克兰准备的所有援助资金都已经彻底耗干 最后一批的武器库也已经被全部耗干 美国的军火库存到底有没有被真的耗干 我是不知道 但美国人对乌克兰的耐心 以及美国之前专门用于给乌克兰提供专项援助的资金池 确实肯定是已经耗干了 早在2023年底的时候 为了扩大资金池给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 民主党安排了一个新的法案 拿到国会上进行选议 后面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法案不仅没得到通过 而且还把美国政府整得是鸡飞狗跳 甚至一度平白 就连美国国会议长全美四把手都没人愿意当了 后来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愿意当这个议长的共和党议员 结果人家议员更就认 直接带着全美国国会里面的共和党去度假了 新年休假 就这样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事情就彻底成了僵局 以至于拜登为了给乌克兰提供支持 不得不自掏腰包给泽雷斯基打款 那真的是毁加输了好农统 虽然输的是乌克兰人的 本来民主党想的挺美 先用小金库帮乌克兰人撑过去这段困难时间 然后等过完年 再和共和党商量援助乌克兰的问题 而且还要和2024年的预算一起给 想必这种情况下 你共和党再怎么拖 也得给点面子吧 为了让共和党把这份援武议案通过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拜登和布林肯那是满美国的跑啊 到处劝说共和党通过援助法案 甚至还抱出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美国军援乌克兰的资金 70%仍留在美国 大部分被用于振兴美国工艺 为国内工人提供岗位上了 结果人家共和党是完全不听你这一套啊 针对民主党 把已经拖延了两个月的 2024年国家预算和乌克兰援助 绑定在一起的问题 人家共和党就表示了 我就不给你通过乌克兰预算 大不了政府停摆 而且你也别提什么 为了美国啊 之前你们民主党和麦卡锡 还做过各种不为人知的私下交易 额外拿到了本部属于 2023年预算中的拨款啊 现在这笔拨款必须从预算中扣除 而民主党这边牛皮鞋上来了 停摆就停摆 你要是不同意援助乌克兰 大不了大家都不过了 而且那笔预算最后因为你们共和党搅和 我们也没拿到啊 想找我碰菜挣钱 你们共和党怕不是想多了哟 结果别说是援助乌克兰的钱了 就连美国自己的钱 都开不出来了 没有预算政府无法拨还 无法拨还 美国就只能停摆 然后关门 如果这是真的关门的 那美国就破了一个记录 时间内政府强制关停四次 要我说你美国也别干了 干脆溜了得了 省得既折磨别人 也折磨自己 让麦密歇安内这种话 从某种角度上说确实没问题 当年中国能在日本面前放下党派仇恨 一致抗日 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危机 现在呢 美国示弱了 而且有一群在恶心他们 什么俄乌战争啊 巴以战争啊 苏玛里武装啊 还有挑事的台独分裂势力啊 朝鲜半岛冲突啊 红海航道袭击啊 虽然说现在美国面临的现状呢 是一拳没打开 这百拳一起来 但这些危机却没有一个能伤害到美国本土 动摇美国的根 所以美国自然也不会有面临亡国灭种的情况时 那样的迫切需求 因此自然要以内斗作为第一优先 现在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争的并非是一个小小的拨款问题 也不是给乌克兰的援助问题 毕竟一年万亿级别的资金预算 给乌克兰几百亿还是手到心来的 现在他们争夺的是对美国政府的主导权 或者说现在他们的争斗 完全可以看作是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预论 只不过美国人这边内斗搞得如火如荼 乌克兰这个外人可是身先打架 小鬼造殃 但随着俄罗斯本轮对乌克兰的全面空袭 接下来乌克兰有什么准备 就真不好说了